继续镜头回到国内 为了争取无障碍的环境 今天有数百位的伸张人士 冒着雨在台北市街头游行 不过整个游行的过程当中 却状况不少 有些是轮椅坏了 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帮助 有的则是到了监察院 却见不到无障碍的厕所 在争取无障碍环境诉求的今天 问题是一一浮现 我要障碍 我要障碍无障碍 冒着大雨数百位不同障碍的身心障碍者 走上街头 想争取无障碍的空间环境 只是触发没多久 就碰上身心障碍者的轮椅 坏掉的突发状况 身障朋友只能相互协助 虽然警方热心帮忙 却因为操作不正确 差点造成危险 除了型的安全问题 坐在轮椅的身障人士 到监察院要接无障碍厕所 却遭到拒绝 他们气愤的把装着尿液的罐子挂在门口 表达抗议 开放一个无障碍厕所 他们都不愿意 搞不好他们的厕所还是有障碍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遏制的 身障人士在生活上遭遇到的困境 除了交通环境的不便利 更多是在就业教育 以及人际沟通上碰到障碍 像是市障者在资讯取得的管道 和学习过程就经常受挫 无障碍的通讯 无障碍的网页 甚至是无障碍的information 那这个其实会影响到市障的 就学就业 还有社会参与 身障人士沿途到各部会 递交评讯书 希望政府改善无障碍环境的脚步 能再加快更要重视身上者在社会生活 以及经济安全的迫切需求 杰采陈伯玉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